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九 今天我们来千岛湖 然后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个欣赏千岛湖的另一个视角 就是俯瞰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观景台的地方 快要傍晚了 刚好可以来看日落 这个只有当地人才知道 但现在知道的人还挺多的 对 那个是千岛湖大桥是吧 对 那是千岛湖大桥 这里是俯瞰千岛湖最佳地点 大家也都是在这边等日落 走过来但这个角度是看不到千岛湖大桥了 哇它这个楼梯还是蛮有特色的 对 感觉上是老的 嗯 好了我们往上爬 走 哇你看那里金光 嗯 太阳光在那个上面 拍照 太阳光了 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没什么人来的 现在好多人 一般呢大家都会在 先是在站道大多数人 然后再往上爬一点那个集装箱那儿 继续往里走的其实会比较少 我也有点串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坚持没问题 啊但这个空气还不错 跟这两个小姐姐 上面人好多 那这里就是看这个千岛湖大桥会比较好 但是像刚刚那个画坊船 包括太阳照下来的那一块就看不太到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到这个上面 现在人好多呀 哇 看这个角度 我也来一个 所有的人都在感叹好美 这个地方已经被 带着各种专业设备的人抢占了 看看能不能进去一下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观景台咯 熟果一名老太一位爬山 我只能在下面 这里也不错上面太人太多了 这样是吧 都是人那个观景台上都被站满了 像莫奈的那个画一样 我跟老蔡大概花了十来分钟 逛了一下欣赏了一下美景 但今天真的人太多了 因为来了好几个旅游团 不过我觉得景色还是不错的 这里观景是可以的 自驾来就绝对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对大家导航到明珠观光公园 对或者到天羽山山顶 都可以 好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人太多了赶紧下山等会下山都难 走吧 不过这里还是自驾上来方便 对来这里肯定是得自驾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路已经变成这样了啊 太可怕了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了 我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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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